成租房腾退 王家老五作为成租人 拿到了450万元补偿款 对这笔钱 老五表示 无论钱因怎样 闹过什么不愉快 他还是想顾念亲情 不会独占利益 据了解 王家曾就腾退补偿款的分配问题 进行过一次协商 因为意见不合 当场便出现了恶语相向的情况 矛盾也进一步升级 第一句是说我跟你没有情 咱俩这情就说咱们这情就没了 你要不把这事办好了 我让咱家人跟你没完 他还真是说到做到了 一直到现在 人家结婚都说 你家里面的兄弟姐妹那么好 怎么最烦先开车的先是你家 利益当前 亲人间的争吵和相互指责 愈演愈烈 一家人的关系好像降到了冰点 这真的就是事实的全貌吗 曾经令人羡慕的一家人 为何不顾往日勤奋 走向了末路 这中间有没有被忽略掉的缘由呢 后来是什么呀 那会是钱还没有到手呢 我就是这么想的 钱应该兄弟姐妹几个分 完了这钱当时还没下来呢 没下来的时候 这中间又出现一个小问题 这小问题是什么呀 我弟妹跟我说 说我说那他们还想要这两间 让我还要这一间 后来我说行 我弟弟让我刚死 刚死完了我就说你哭儿寡母的 那你先挑 王家老七已经去世 此次腾退 他的妻儿也拿到了一间房的腾退补偿 290万元 但是针对当年两家调换乘舟人的事 老七家显然还对老五另有诉求 是您弟媳妇跟您说 这是您弟弟在 说你临死 就是说死就没做活着 跟他交代过 那这个交代有点奇怪呀 就是不管怎么样 这一个人他交代自己身后事 那交代的得是自己的东西 结果您这弟弟交代的是 让他的爱人去找哥哥 去找姐姐 拿姐姐的东西 他确实是这么跟我说的 所以我认为呢 我弟弟又刚死 他们孤儿寡母的挺可怜的 我就想你 我说你 你先合适就行 就我母亲死以后 他们具体哪年赶的 我不太清楚 他剩下就要给赶了 就等于就赶了 这呢他想怎样啊 他想要这两间 所以呢 这两间折线是怎么个折法啊 这个他没说 他说他就要这两间的钱 所以他就想要那400多万 让您拿那200多万 是这意思吗 我拿这个地间的 后来还是450在您这儿 您听啊 后来是怎么着啊 老四知道吧 后来因为这事跟他商量了 因为给他也叫来了 就跟他说了 后来跟他说完了以后呢 他说那两间房是你的名字 当初调换成租人 只是在老五和老七之间进行 两家人也商量好 让老七拿两间房的补偿 老五拿一间房的补偿 但为什么 最后的结果却是南辕北辙 这期间又发生了什么变故呢 后来我们家老师说的 晚上呢 他就让我和我老伴 找我弟妹 去 就晚上就去协商去了 就跟他续说去了 甭管 中间有多大的那个什么吧 准不了人家 后来准不了我弟妹 他们同意了 所以换来换去 还是没换成 对 可以看出 老五还是非常珍惜 兄弟姐妹之间的情谊 他表示 愿意把这笔补偿款 与大家分享 对此结果 王家其他几位 又是怎样的态度呢 刚开始我弟妹 上了14万 我这个老四不敢嫌少 后来说增加 我想增加增加 一人给60万 我那会真是这么想的 现在我就问您 您明知道不能 对吧 您没有 人家给了你的提议 你还给拒绝了 我们都觉得这提议 还真是蛮够意思的 您拒绝了 那您对我们的期待是什么呀 他这个提议不是老五提议的 是我弟妹提议的 现在我弟妹闹了一间 他不管了 现在这个等于450万 他自己单算了 他不但都不给我们了 他也没 也不跟老七 他们也是 也不 也不给他了 他等于一人赚着这450万 谁也不给了 我们真是没说想贪 你又要多少 真没有 据记者了解 王家兄弟姐妹 并不想分割老七家的补偿款 他们的主要诉求 还是分割老五手中 攥着的这笔钱 你们在沟通之前 包括一会儿 我们如果要 需要私下调解 出方案之前 我希望你们沟通的时候 想一个问题 你们可以站在老五的角度 来考虑一下 就是如果 让他感觉 这个情分已经不在了 实际上这钱拿出来 是没有必要 反正 你们已经 完全不把我当成好人了 拿出来钱 依然还不是好人的情况下 这个钱为什么要拿出来 你们要站在他的角度 来考虑一下这个问题 好吗 如果你们说 过去没有这些钱的时候 你们真的是非常 亲密的家人 拜托做出一样子来 好歹 好吗 我们家要说帮忙 帮我们家最大的 要说我们家老四 老四我这 二二二二二几 你知道吗 真是 我们家所有家人 他都帮忙 我也没想到 这次弄得这么精 那我就直录主题吧 你刚才不是也说了吗 你刚才我们看那个电视的 那个 那在下边也看了 你没想到 想给我们平均分 对 我们也不要那平均 我们就一人五十万 你看 因为你从心里 你没说过 我们也不知道 你想给我们多少钱 你从拿门钱 你没说 我们也不知道 我说我 我同意给这钱 你知道吧 我同意给 给多少 大姐 给二十 我刚开始 我因为我没打算 要换房 你给我们二十万 你是怎么出的 这个二十万 就从这钱里都给我 是 你怎么 因为什么要给我忙 我本来刚开始 我没想说 我去 因为我住一楼 我住一楼 我现在凉 我岁数也越来越大了 我想呢 我也去换个房 找一个有 稍微高一点 有带电梯的 所以我就想 我这钱 我自己呢 从我这个 国家给我的 这个安置费里头 我掏出 一人给你们二十万 剩着钱不够 我自己再去服务 我再去我自己换房去 所以我说 我是这么想的 一人给二十万 也就是掏五份 是这意思吗 掏六份啊 掏六份 就是现在 你仍然愿意掏出六份 一百二十万的 每人二十万的 这个分钱是吗 现在 我不同意了 老五表示 自己上了年纪 打算换电梯房 正是手头 需要钱的时候 因此只能给 每家分二十万元 而当律师 再一次向她 确认这个数字时 她却反悔了 我现在是 怎么都不对 我怎么我都不好 电话 微信上 说那片通话 简直让我都受不了 太戳我心了 我一直从这个亲情上去想 从亲情上说 咱们给这兄弟姐妹 咱们都是一个妈生的 咱们亲情上 各位老五 还是这句话 刚才我也特别的 确认了一下 这个房子 妈妈去世以后 不管因为什么 阴差阳错的原因 到了你名下 你既没有尽 成都人的义务 也没有实际上 享受成都人的权利 欢迎人生 你没到那去住 一直顶着一个名 那严格意想说 从实际的权利人来说 这房子都不是你的 对不对 所以我刚才讲了 不管兄弟姐妹 因为有了利益 怎么有些分歧 都是正常 特别你们愿意 到第三条街市场来 我们不管事情 回到哪一个方案的 原点上去 但你在最后这个态度 我认为就不合适 既然来了 大家有点诚意 我们尽量 来协调这个事 所以他们 也许我们说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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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atuurlijk 好 谢谢 我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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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